今天我来谈一谈楚科齐 楚科齐是一个俄罗斯的民族 他们训养群鹿还有哈士奇 这个民族所操的语言被俄罗斯科学院 应该叫苏联科学院 把这种语言定名为古亚洲语言 古亚西亚语言 古西伯利亚语言 楚科齐这个民族它主要是N1A1和C北 这两个夫系单背群为主 这种夫系单背群的类型 跟比它稍微西南一点的 亚库特人是比较类似的 只不过亚库特人的N系的比例更高一些 它因为是在比较靠东部 这个我们也可以根据楚科齐和亚库特之间的不同 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下 这个CC的扩散的地点 极有可能是在黑龙江流域 或者说是在满洲 极有可能是在这里扩散的 这个C北这一支 因为它很有可能是比较朝东部的 现在看整个这个民族的夫系单背群的分布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很有可能并不是在蒙古高原扩散的 CC到达蒙古高原这个时间 有可能是比较晚近的 匈奴这一支民族 它的CC比例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高 反而很有可能是随着蒙古语族 包括鲜卑和柔然 包括后来的七单蒙古 随着他们的强盛 CC扩散 七单这个民族 它虽然说是一个蒙古语民族 但是N系可能也是它的一个特征单背群 这个就另当他论 CC很有可能在比较靠东部的位置扩散 并不代表东部这个地方就没有N 只不过是咱们根据比例来说 N系可能是在我们中国正北方的位置 然后C可能是在东北方的这个位置 极有可能它的扩散的这么一个区域大概是这样 楚科齐也有大量的Q跟S基摩人 同一个在上游位置的这么一个Q 包括克里亚克人 关于Q的这个成分 我会放在下面讲S基摩人的时候 把这个Q分析一下 楚科齐这个民族大概有个一万多人 语言也是典型的这种小国寡民的这么一个语言 从楚科齐语的这个形态学分类来讲 它应该是多式综合语 在整个语言形态学来讲 它应该是比较原始的一种语言 从句法分类来说 它属于做通行的这么一个语言 如果你要是把这两种形态 输入到世界语言地图范畴之内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语言 一般都是土著 就是非常原著的这些民族 和与它融合的这个民族之后的类型 你比如说藏语 藏语有这个地系 有人对这个新老亚洲可能是觉得比较敌处 地是典型的老亚洲 其实这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像澳大利亚的这个原住民呢 包括美洲的一些语言 他们比较早的迁徙 都是万年以上的迁徙史的这么一些民族 我倒不是说藏语 它是一个独立的分支 只不过是它有这些特点 在结合它现在的夫妻单位群的这个类型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融合的影响 它在腔下分家之后 在迁徙的道路上所遇到的融合 我们可以据此判断 由此引申出来 我们说一下形态学分类吧 句法学的分类 因为说起来比较复杂 也比较难懂 一般的篇幅是很难说明这个问题的 需要非常多的例子来对它进行说 才能让大家懂这里面这个东西 但是形态学的分类 大家都接触过 从这个形态学的这个分类来讲 这是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分析语 一个是综合语 分析语和综合语主要是看语言的这么一个指数 并不是说分析语里面没有综合语特征 或者说是综合语 这里面就没有一点分析语的因素 语言学这个形态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个谱系 我认为啊 只是我代表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我认为它是从多式综合语 然后这会有一个谱系的这么 如果我们把它也认为是一个谱系数的话 这个多式综合语可能是人类比较原始的一种语言 然后再往下发展的时候 它可能是发展出粘着语和曲折语 这两个分支 但这个是什么时候分离的不清楚 但它俩都是综合语 就是说从多式综合语里面 先分支出综合语 然后从综合语里面分支出的分析语 然后综合语再往前走的时候 它就分成曲折语和粘着语 因为从现在古老民族 古老语言的世界性的这么一个分布看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们一直都说汉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 其实这个说法我是丝毫不认同的 可以说现代汉语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语言 即使是说上古汉语 它跟这些我说的像这些楚客奇语 包括一些边缘世界的语言来说 它其实是一门非常年轻的一个语言 我们汉藏语系 现在构建的汉藏语系 来看它的分家的年限 其实以千年纪的 这个语言 它的历史其实是并不长的 就是说跟人类的文明史 我们说的上下五千年这个概念 大概的发展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它的历史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而且上古汉语跟现在的现代汉语 其实是不太容易互通的 然后这里边简单解释解释 形态学分类的这么一些概念 你看百科也好 你看一些书籍也好 可能它说的比较繁复 不利于你理解 我用一个比较好理解的这么一个说法来说这个东西 综合语 你把它看成它就强调了一个概念 就是构词法 综合语和分析语 它俩所对立的东西 你就把它当成构词法 语速是怎么派生新词的 分析语 它是靠合并来派生一些新词 综合语 它是靠词字来派生这个新词 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不同 然后我们再说跟他们两个概念相吻合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分析语它又是孤立语 又是综合语 又包括曲折语 它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分析语它是一个自由语速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 所以我们在构成句子的时候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构成这个语言要素的时候 因为它都是自由的语速 它不大需要词有形态这上面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这个属格也好 包括动词的变化也好 我们可以用一些虚词 一些自由语速组合成的虚词 汉语其实是不需要这个所有格的 比如说我的 其实就是一个虚词 和这一个自由的一个语速 这个我相组合 然后有着这么一个新词 但是在综合语里边 它没有这种自由的构词的方式 它所以说它就一个所有格 就是它所需要的曲折的一个方式 像这个动词也是一样 我们用什么勒呀 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表示一些什么完成时啊 过去时这些 可以往里面加这些虚词嘛 用这种方式呢来表达出这些语态 而综合语它没有这些自由的构词的方式 所以说它是需要词形的这一个变化 来表达出同样的这么一个 因为人的语言不同 但它的思维方式相同的 它要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 它要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 就需要这些变化 当然了也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文化和思维方式的 共通性 所以说不存在绝对的孤立 也不存在绝对的曲折 在每一种曲折语当中 它其实都是有孤立的成分 在孤立语当中也肯定是有曲折的成分的 在曲折语当中广泛存在的这个格数的问题 在中国的这个代词里面 其实也是有体现的 瑞典有一个语言学家 叫高本汉吧 他比较精通中文 他也在这些方面有所研究 有兴趣的话可以搜一搜 他的一些观点 就是什么耳和乳 包括这个我和乳和武 这种就是说在代词格上面的 他的一些研究 包括动词形态的这个变化 被动和主动 比如说灯和升 就是太阳升起的升 灯山的这个升 它就是一个被动格 灯它就是一个主动格 这两个在过去 这种曲折残语里面是存在的 就是说在汉语里面 在它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是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史 我们最后发展成 比较彻底的一门分析和孤立语之前 综合语或者说是曲折语 它的残留 它是逐步逐步的在减少的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通过音变转音 其实刚才我所解释的是以印欧语为例 大家比较好理解 这个曲折变化 英语和印欧语 它并不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实例 其实最典型的应该是闪寒语系 闪寒语系主要是变缘音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辅音 不断的这个变化 这个如果真的有人很有兴趣的话 我以后可以展开谈一下这几大语系在句法学 在这个形态学上的一些例子 因为这个需要很长的一个篇幅 我也不清楚大家对它的兴趣究竟有多大 所以说只是给大家讲一下基本的这些概念介绍性的东西 这个楚克齐它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小国寡民的这么一个典型 它属于古亚西亚人 俄罗斯对它的征服并不顺利 到了这个北极圈不太遥远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从帝俄时代的首都圣比德堡 到每一个北极的区域 它的距离并不是十分的遥远 但是楚克齐跟沙俄派来的这个也算是远征军吧 就是跟他们的战斗还是一直没有屈服 在整个这个帝俄时代 俄罗斯对楚克齐它直接的行政领导并不成功 这个民族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民族 它跟克里亚克啊包括勘察家人 就是唐史里边说的那个流鬼国很有可能是同一个民族 跟中国的唐朝很有可能就有联系 从它的距离测算 包括史书上的这个语言描述 比如说三面祖海啊这么一个特征 可能它就是代表勘察家和勘察家周围的地区 什么叶查国啊什么的 大概就是这些民族 它是比较相似的一个民族 归结从语言来说 它其实跟埃斯基摩语 包括阿六申语 可能他们都是有比较深的一个联系的 他们都是比较早的迁徙到 在这个语言没有分化完全的时候 就我说的那种人类语言的这么一个分化路径 在这个分化路径当中呢 代表我们北亚和东亚类型的这个人群 它在比较早分离出去的这么一部分人 然后融合了其他时代扩散的一些人群 形成的这么一个民族 关于楚客席 我就先说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兴趣的话 我可以继续做这个话题